比赛 这场比赛是在上海海港的主场 上汽浦东足球场来进行 目前上海海港队是还在联赛的第一位 15场比赛过后 10胜4平1负有34个积分 现在您看到的这是武汉三镇 今天排出来的首发 基本上还是在球队健康的球员当中 拿出了最强的阵容 当然今天邓韩文并没有出现在武汉三镇的大铃铛里 武汉三镇目前是排在联赛的第七位 作为本赛季中超联赛的卫免冠军 这个赛季武汉三镇在联赛当中 主场的表现可以说是不尽如人意 在上一轮比赛主场2比1击败长生亚太之后 才刚刚是本赛季中超联赛的主场首胜 不过在最近一段时间 武汉三镇也保持了联赛五轮不败 而且最近两轮联赛都是拿到了胜利 第14轮3比1在客场击败深圳 而上一轮在主场2比1击败了长生亚太 上海海港队今天的首发 和上一轮的比赛相比较有四处的人员变化 上一轮的比赛上海海港是 在主场最终和大连人1比1握手严合 在那场比赛当中呢 海港的首发是有一定的轮换 今天来看呢 基本上哈威尔还是把能够拿出来的 或者说他用的最顺手的球员 又重新拿回到了首发名单当中 这是武汉三镇的主教练高田敏 而上海海港队的主教练是哈威尔 哈威尔在自己的执教生涯当中呢 曾经三次带队面对武汉三镇 此前的两次呢 都是原来执教河南队的时候 一胜一负 而在这个赛季 两支球队在第一轮当中的相遇 哈威尔带领上海海港队2比0 击败了武汉三镇 击败了武汉三镇 这场比赛呢 由于是目前的联赛领头羊 面对这个赛季的中超联赛魅尔帮军 所以也是联赛下半程当中 最引人关注的一场比赛 在本轮当中 好 马宁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开始的哨音 这是2023赛季 中国平安 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第16轮 上海海港在主场面对武汉三镇的比赛 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 海港将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 今天他们身穿的还是一身红色的球衣 武汉三镇队在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 本轮的一场焦点大战 就此拉开帷幕 上海海港目前排在联赛第一位 15轮过后10胜4平1负 34个积分 目前呢 领先身后排名第二的上海申花3分 另外呢 上海申花由于在昨天 已经是在客场0比3输给了山东泰山 所以对于上海海港来说呢 这其实是甩开身后对手的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如果今天能够取胜 他们将进一步扩大在积分榜上的领先优势 武汉三镇呢 目前在前15轮比赛过后 23个积分暂时排在联赛第7位 在经历了主教练的更换之后 这支球队目前状态有所回升 上一轮的比赛呢 在主场2比1击败长城亚太 终于是拿到了这个赛季中超联赛主场的首胜 这个首胜确实等的时间太长了 赛季已经过半了 但是呢 在高田敏上任之后 还是给武汉三镇带来了一些 和赛季之初相比较不同的变化 这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 日本主教练高田敏 在6月18号刚刚上任 成为武汉三镇队的新任主帅 目前呢带领球队各项赛事 已经打了4场比赛还没输过 三胜一平 在联赛当中呢是两胜一平 伊萨卡龙今天重新返回了上海海港的首发阵容 哈维尔呢 在这个赛季当中 对于球队外援的使用 确实是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和争议 但是这场比赛呢对于海港来说 一个好消息是保利尼奥 重新回到了球队的大名单里 这场比赛从替补席上开始比赛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双方的 这场比赛当中排出的详细手法 在海港队这边呢 门将还是1号严俊玲 后方线上今天迎来了 5号张林鹏的回归 在防线上呢和他搭档的是 3号蒋光泰 另外还有4号王申超 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啊 我们能够看到是 是张林鹏和蒋光泰在搭档 边后卫呢在右侧是4号王申超 左边应该是11号吕文军 在中场的位置包括了6号才会康 25号木热河买提江 16号徐新 攻击线上是8号奥斯卡 34号伊萨卡龙 还有7号乌磊 武汉三镇今天的首发是这样 门将还是22号刘殿座 在后方线上两个中后卫23号任航 搭配着18号刘一鸣 两个边后卫分别是28号王毅以及20号高准毅 打到身后去 这个球其实防守还算是比较成功的 一直在乌磊高速的行进线路上卡着 刘一鸣 刚才这个球呢虽然是转身回追 面对极如闪念的吴磊 看上去速度也不是特别吃亏 再来看一下 这个位置一直向着吴磊 不让他拿球 吴磊目前遭遇了一段进球荒 虽然打进7个进球 还是能够在射手榜上名列前茅 但其实他这7个球啊 已经是6轮比赛之前的事情了 到现在吴磊已经连续6场比赛 没有办法进球 看一看这场比赛 面对武汉三镇的防线 能不能够找到机会 我们继续来介绍武汉三镇今天的首发 在中场的位置 包括了21号何超 8号严顶号 10号斯坦丘 在攻击线上是30号谢鹏飞 11号戴维森 还有9号阿奇兹 哈维尔带领的球队呢 目前在联赛当中保持了四轮不败 但是最近两轮都是平局 两连平 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有点放缓了 他们继续扩大领先优势的脚步 尤其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在上一轮 也就是上半城的说关战 和大连人联赛排名垫底的球队 最终是打成了1比1 这个结果呢 其实是上海海港队 如果要争贯的话 不太能接受的 那场比赛的过程 其实打得很热闹 比赛刚一开始 其实海港队连续打进两个进球 但都因为越位在先 所以进球无效 另外呢 在比赛当中还出现了一次点球 这样的情况 而且在比赛的后半段 上海海港队还多打一人 大连人在防守的过程当中 出现了红盘 看看这个球停下来 直接面对严聚灵 再推射 又被连聚灵拒绝了 这个球边才举齐了 第一下阿奇兹应该就已经越位了 但助理裁判要遵循延迟举棋的原则 刚刚是阿奇兹和谢鹏飞 二连击 这个球 从传球的定格瞬间来看呢 阿奇兹确实比蒋光泰 多探出去了半个身位 这一脚奥斯卡想向右路转移 但是这个脚法没有掌握好 思路是很清楚 马宁失忆没有犯规 比赛继续 这球吹了在背后高准毅的反规 高准毅其实是认为 对方末日和买提江手球了 今天高准毅是重新回到了 武汉三镇的首发阵容当中 上一轮比赛因为累积四张黄牌停散 所以并没有打 这场比赛呢 武汉三镇邓涵文并没有进入到 球队的大名单当中 这个可能对于三镇来说 也是一个损失 武汉三镇在高位逼抢 上海海港还是能够在货场捣脚 这个球被戴维森稍微破坏了一下 这个球转移线路很清楚 在右边路扣一下 这是王毅 谢鹏飞连续摆脱斯坦秋 给身后王毅到了禁区里 传到中路 这球是不是 就是马宁那个哨在射门之前呢 已经吹响了 球的整体其实已经出了底线 这是一个球门球 再来看一下 这球并不越位 斯坦秋交给王毅的传球 穿越了上海港两名防守球员 这球如果不定格的话 其实看的还真不是特别清楚 奥斯卡 向左路转移 门将出来了 这球留电座因为已经出了禁区 所以只能用头把球破坏掉 古磊的冲击力呢 其实是能够给后卫和门将 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威胁 直传球打到身后去 看看这一侧蒋光泰 限制住了阿奇兹第一线接球 谢鹏飞再往禁区里给 开场之后双方打的是大开大合 这个攻守转换的节奏 可以说是非常快 上海那边也通过直传球 希望能够打穿对方的防线 但是这个传球的力量太大了 两支球队在阵容上来看呢 在中场的位置都有指挥官 有这个发牌手 所以这其实要求 在无球状态下的队员呢 跑动要更加积极 同时呢观察要更仔细 能够准确地迅速地 找到对方防线上的空间 然后去无球跑动 你像上海海港队这边 奥斯卡 包括墨热和买提江 这都是具备的 发牌属性的球员 三人又打到对方进区里 协回船跟进打门 这个球部位没吃准 射门来自于戴维森 首先是戴维森停球 交给了前叉的阿奇兹 随后呢 戴维森自己完成的 这一脚射门 在线路上呢 其实有严顶号 但可惜呢 这个球在严顶号的身后 武汉三镇那边呢 在中场位置的发牌手 就是斯坦丘 斯坦丘虽然这个赛季 在联赛里自己 还没有取得进球 但是已经七个助攻 看一看海港 是不是反约位成功 吴磊 同传到中路 这球被剪围了 看样子应该边才没有举棋 所以这应该是一次 反约位成功 非常好的一次机会 但是上海港队 并没有取得比分上的领先 再来看一下 这球确实是好力之间 第一下吴磊 把球卸下来之后 再往中路给 对方的回追速度 其实已经很快了 刚刚是任航 抢先一步把这个球破坏了 先来看一下海港队的脚球 马宁先吹停了比赛 刚才这次反击呢 其实看上去像是 伊萨卡龙和吴磊两个人 跑得有点虫 都奔着落点去了 如果第一下 伊萨卡龙就往中路跑 吴磊其实能更早就传了 脚球到后点 二点球被五和三阵解围出来 这场比赛的开局确实 节奏很快 双方都想恰开局 刘一鸣要注意在后场的传球 四坦秋 严顶铐 这个位置海港队并没有对他进行限制 谢鹏飞已经到左路 戴维森 进局前 防守很空 四坦秋换到右脚 这一波的防守呢 其实上海海港他们的后腰位置 应该是出现了站位的偏差 照理来说呢 蔡惠康 穆尔和买提江 徐熙这三个人 都是能打单后腰的球员 但是刚才却 相互之间彼此出现了 缺乏呼应的情况 所以导致进局之前的防守呢 很空 不仅仅是让四坦秋完成了 比较远射这么简单 其实在对方的进攻推进的过程当中 从严顶号拿球之前 后腰的位置就已经空了 照理来说不太应该的 高准意 台港在前场反断下来 伊萨卡龙拿球转身 马丁没有给犯规 这已经是今天第二次 打出这样的线路 基本就是戴维森在左路活动 司机呢 去往中路来 潜入到对方的防线后方 开场之后 王深超这一侧的防守压力 还是比较大 OK 戴维森的左腿好像受伤了 王深超上来扑的这一下呢 确实是个犯规动作 踢到了对方 不知道是不是个硬伤啊 看看戴维森一会儿能不能缓过来 现在努汉三阵 在阵中外援的伤病情况 是比较不理想的 华莱士还有埃德米尔森 这都已经伤缺了几场比赛 这场比赛呢 还是继续没办法打 先来看一看武汉三阵 在前场的定位球 斯坦球给到前点 乌磊把球顶出来 何超 斜船转移 打到对方的防线身后 投球百度到中路 好球 这球转身转得漂亮了 奥斯卡回敲 再交给奥斯卡和乌磊之间 两个人连续地撞墙配合 已经打到对方进区附近 奥斯卡射门 这脚球想要一个角度啊 稍稍偏出了球门左侧的力度 这波反击呢 完全就是奥斯卡和乌磊 两个人之间首先打得很熟练 另外一点很关键 就是两个人的个人作战能力都很强 当然一直没碰到球的伊萨卡龙 也用自己的无球跑动 算是帮奥斯卡在进区之前 制造出来了一个射门的空间 带走了对方一个防守人 奥斯卡这个赛季 目前为止在联赛四球七助攻 这七个助攻是排在队内第一名 戴维森突然到了中路 三个人包夹 这个球想突过去很困难 立刻抢 抢得很积极 刚刚谢鹏飞 斯坦丘 这球 参北员还是没有吹哨 又是海港的反击机会 伊萨卡龙 乌磊在远端 伊萨卡龙吸引两个人的防守 速度非常快 他这变相很灵活 给他中路 这球被刘电作莫收了 戴维森 先碰维森 却翔飞 马宁还是没有吹哨啊 刚刚看到有一个把哨放在嘴里的动作 第一下呢 可能他是想遵循攻防有力的原则 因为武汉三阵刚刚被没有完全丢球 好球 这个直传穿动性极强 到进去里 小角度打门 这球难度还是比较大 便才举棋了 但是马宁 示意呢 让比赛的节奏变得更加流畅 所以并没有吹 再来看一下 这球确实 越位还是比较明显 刚好是在草皮 深色和浅色的这个交接处 所以有这个参照呢 看得更清楚 15分钟过后 上海海港现在选择在场上 稍微控为控球 稳一稳节奏 刚才这段时间呢 相当于和对方对着跑 两边也都创造出来了 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反击机会 可惜都没有把握住 来十方神超的直传 找到伊萨卡龙 这个球任航其实没办法了 他已经失位了 而且纯从脚下的频率 他肯定跟不上伊萨卡龙 被迫只能犯规 马宁也向任航出示了一张黄牌 своего赢的规定 都没得ré, accidents 不要硬 要不要姑娘 刚刚这个球呢 因为高准毅 在自己的防区战备 相对比较靓前 所以被王生超抓住机会 直接打到他自己的身后 任航这个球 也可可成为帮自己队友 标我阻挡的一部分锅 这个移动到边路 其实已经算比较快了 来看一看海港在右路 这个任意球能不能制造危险 距离禁区比较近 这球如果左脚来处理的话 甚至有可能直接兜向球门的方向 来看一看 确实是 打到刘建座身前双拳把球击出 合超 直传 这一侧海港的退防还没有到位 是蔡惠康先补到这一侧 天路的防守李文君把球破坏出 看一看海港有没有机会反击 抬头在观察 或是河迈提江直传 这个线路如果让伊萨卡龙去追的话 确实距离稍微有点远 他确实看到了伊萨卡龙在斜插对方身后 进攻还没结束 打到进区里 刘建座出击把球拿到了 比赛打了20分钟的时间 双方的比分还没有发生变化 但是精彩的攻防场景已经不少了 又是戴维森在左边路到了禁区里面对蒋光泰 戴维森 戴维森在五月份因为受伤缺席了三场比赛 而在上一轮终于是打进了个人本赛 集中招联赛的第二个进球 所以这场比赛状态是不是能够延续 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看点 从今天来看戴维森在场上还是比较活跃 而且打得很积极 严顶号 严顶号 漂亮 这叫远射被燕俊玲扑出去 刚才在台港自己的内部防区呢 其实是一防二 严顶号如果把球分给左侧的高准 严顶也是一种处理方式 但他有一个洋装传球 自己往中路内切的动作 就这一下啊 这一下 他往左边看了一下 让王神超稍微有点分心 随后内切一步完成这条射门 整个动作还是比较流畅 这是很聪明的一个选择 所以内部的位置 还是需要上海海港的后腰球员 及时过来协助边后位防守 来看一看武汉三镇的角球 斯坦球给的后点 谢谢 谢谢 奧斯卡 還是在右路王神昌向前直接給過頂 這一次是吳壘到這一側 穆若和美提江 轉移到左路 奧斯卡 1點是高準意 那時候到中路把球頂出來 整體來看武漢三鎮在防對方陣地戰的時候 這個陣型保持得還是不錯 武漢三鎮的反擊打得還是非常快 又是直接打到對方防線附近 這一次張林鵬先用身體對抗 把對方卡出去 隨後把球交給了自己的隊友 但是上海港的後腰 在這一次的防守過程當中 好像還是沒有出現在應該出現的位置上 如果在防守的時候啊 穆若和美提江和徐欣兩個人的位置 能夠及時地稍微向後靠一靠 找一找蔡惠康的這條橫線 可能會讓中場的第一道防守屏障 變得更厚實一些 那現在來看好像還是有點薄了 因為武漢三鎮在中前場進攻這幾個球員 不管是在中路還是在邊路的球員 他們都很靈活 都很擅長跑動 又是一次反擊的機會 又是一次反擊的機會 因為他們這三個後腰啊 三個中場落回來之後 中場的防守厚度是足夠的 那關鍵就是對方在推反擊的時候 有的時候蔡惠康一個人是 雙拳男低四手 沒有太好的機會啊 武漢三鎮也只能是在外圍連續的橫向轉移 和超是回收到兩個中後位之間 參與到球隊在中後場的傳導 這球高准毅想連停帶過 到底線橫傳到中路 嚴峻齡把球沒收了 高准毅是在防線上的一個多面手 中後位 邊後位都可以打 如果是在五後位體系當中呢 他又能打這個邊中位 又可以打邊翼位 總之是在防線上一個角色比較多的球員 向前助攻的意識和能力都是比較強 來 後場的出球 直接被對方在中場攔下來了 何超 想要直接吊射 這個球大概是看到 嚴峻齡的位置比較靠前 那如果冷靜下來呢 把球先交給阿齊茲 這個進攻可能會製造更大的威脅 來 雙身照 找吳磊 吳磊 這腳射門完成的還是不錯的 但比較可惜啊 有點浪費了自己很出色的胸部停球 沒壓住最後一下 整體的節奏還是比較流暢 再來看 這球肯定不越位 王神超和吳磊這樣的連線是非常熟練的 今天呢 海港隊的進攻發起 從王神超這一側其實已經打了幾次 不管是找吳磊 還是找之前在這一側的伊薩卡龍 有 效果都還可以 這球屋裡停的是很漂亮 何超 轉一道左路 大陸 戴維斯 高轉一 還是戴維斯 傳中球高度不夠 高轉一 高轉一 瞄著船 這球落點其實不錯啊 在中路阿奇茲 再向主裁判投訴對方犯規了 首先高轉一 這船中球質量是非常高的 落點很講究 這球如果不是張林鵬一直在死死貼著阿奇茲的話 其實是有機會 再來看一下 他肯定是有接觸 阿奇茲認為張林鵬這個球在背後環抱了他 阻礙他起跳 但是馬寧認為這個球可能不構成犯規 好 這個賽季上海海港在主場的比賽 四勝兩平一負 先來看看這次進攻 給到中路 這是吳磊的能力 吳磊很擅長 誒 後防線處理球失誤了 差點讓奧斯卡直接把球再給到進區裡 到目前為止呢 海港在聯賽當中的唯一一場輸球 就是在主場 第十一輪的時候 0比1輸給了成都榮城 剩餘的六場主場聯賽呢 是四勝兩平 整體來看呢 上海港目前能夠在聯賽當中 排在第一位 一方面是球隊整體運營 是狀況很穩定 這個現在在現在的中超聯賽當中 是很關鍵的一條 另一方面呢 就是球隊的陣容 這個後度是讓其他的球隊非常羨慕 好球 斜線給到身後 奧斯卡扣一下 奧斯卡 這球猶豫了 第一下 可能想往中路給啊 但是沒有找到太好的包銷線路 比賽的時間已經過了半個小時 比分還是0比0 這段時間感覺上海港在場上 逐漸地掌控著比賽的主動權 西班尼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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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次 鎂子 津尋 不如和美提江 传到后点 伊萨卡罗 这个球 这个球啊 这个球给了点球 这个球伊萨卡罗在处理球的瞬间 武汉三阵队的球员 在手臂上对他有侵犯 这个点球吹得很坚决 似乎让伊萨卡罗 自己都有点没反应过来 再来看一下 像伊萨卡罗呢 敢在王毅之前把这个球碰到 他在处理的时候 王毅确实呢 手上有一个动作 马宁呢认为这个球是 王毅在禁区之内的防守犯规 照理来说呢 这是王毅 首先他没有观察到 自己身后的情况 所以让很灵活 很快速的伊萨卡罗 直接跑到自己身前去了 突然看到自己左侧 出来一个红色的身影 所以下意识的上手一搭 刚好赶上伊萨卡罗 腾起在空中处理动作 所以马林呢 应该是认为 王毅在这次的防守过程当中啊 首先是因为自己没有观察到 随后呢 被对方抢到了身位 下意识的反应 在禁区之内一上手 吹罚的反规 但是现在马林应该还在等待着 视频路里裁判组的录像认定 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 不管是武汉三镇的球员 还是上海港球员的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围着裁判 有的时候反而适得其反 更影响他做出准确的决断 再来看 这是来自于墨热和买提江 在右路的船中 到后点位置呢 这个球 伊萨卡罗突然出现在王毅的身前 所以王毅下意识的一上手 想要拦对方一下 刚好伊萨卡罗已经腾空了 大家都知道 如果在腾空的状态之下 对方如果稍微碰一下的话 是很容易失去平衡的 就这一下 就这个瞬间 马明也挺聪明啊 为了不让大家围在他身边时间太长 干脆进入到补水时间了 事宜说放成员呢 场面都喝口水吧 别再围着我了 这也是执材艺术的一个体现 再来看一下三个角度 刚刚这三个画面是三个角度 可以看到究竟是否犯规 再来看啊 王毅应该还提前向左侧观察了一下 知道伊萨卡罗在往前冲啊 所以有意识地想卡位 但是伊萨卡罗实在太快了 他没卡住 他看到卡龙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有点晚了 这球确实是在一个 边缘地带 在一个相对比较模糊的地带 很考验士兵州里裁判组和主裁判的临场决断 是否犯规判的 這個過程呢 其實就像剛才我們描述的一樣 在王毅看到 伊萨卡龍衝過來的時候 其實已經 從防守的角度來算有點晚了 對方因為太快了 所以他沒攔住 下意識的一伸手呢 赶上伊萨卡龍 又已經騰空了 在騰空的過程當中 很容易受到外力失去平衡 這個確實很考驗裁判 確實是在邊緣地帶 這樣的話馬寧要自己到場邊 來看一看錄像 點球 之後仍舊吹發了點球 這樣的話上半場比賽 第36分鐘上海海港 獲得了一次非常好的 擴大領先優勢的機會 取得領先優勢的機會 會在禁區之內 王毅對伊萨卡龍的一次犯規 點球將由奧斯卡來操刀 馬寧在做出剛才這個點球判罰的時候 應該也頂著一定的心理壓力 過往五次的點球阻罰 我認為奧斯卡幾乎都選擇了 乏向了自己面朝方向的左手 也就是守門員的右手 馬寧趕緊把雙方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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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又對伊萨卡龍 進行了一些叮囑 這個時候作為獲利的一方 其實就更沒有必要 這個點球從犯規到判罰 到順便主理裁判介入 再到主罰之前 時間已經過去了挺久的 這個其實對於隊員主罰點球來說 心理上也會有一些微妙的變化 這會兒就是主罰隊員 和守門員之間的心理博弈 奧斯卡面對劉電座 奧斯卡這球被劉電座扑入了 奧斯卡主罰的點球角度沒打開 而且呢 綿軟無力 劉電座應該是對奧斯卡的主罰方向 有了一個基本的了解 剛才我們已經知道 在過去五次點球主罰過程當中 奧斯卡有四次都是打向這一側 所以劉電座的選擇呢 沒有任何遲疑 就是撲向自己的右手段 這樣的話 點球的機會 上海海港隊沒有把握住 比分還是0比0 有了解 好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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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解 好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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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海港队来说呢 肯定也不希望浪费点球的良机 给球队在心里上带来一些影响 这会儿也需要球员尽可能的快速调整 把注意力还是集中到比赛当中 奥斯卡与自己本赛季联赛的第五个进球 擦肩而过 阿奇兹 谢鹏飞 在右路内部 谢鹏飞内切 斯坦秋 严顶号 斯坦秋把球搓起来 感觉想要直接平抽传向另外一侧 处理看上去多少有点随意 好在自己悬崖落马把球又给停下来 比赛季联赛的 他在这球上是比较有想象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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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球速很慢 劉電座應該是對奧斯卡的主閥習慣的 有一個基本的了解 是剛才這一次的鋪就 可以說完成的是 100%的完美 在點球的過程當中 你很少能夠看到守門員直接把球給鋪住 有的時候鋪出去就已經是很不容易 但是直接像兩個人商量好的一樣 直接讓守門員把球給壓在身下 這個確實又更罕見 從頭中不夠進行 l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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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場比賽已經進入到尾聲階段 不過剛才這個點球的過程呢 耗時稍微有一些長 可能上半場比賽的雙挺補時 相應的也會多一些 武漢三鎮的新任主帥高田敏 其實對中國足球是非常的了解和熟悉 最早呢從2001年開始 他就已經成為了 川崎前鋒的助理教練 先看看這一次的機會 武漢三鎮隊到了禁區裡 謝鵬飛回座外圍大門 越位 這球第一下謝鵬飛就越位了 這個球從定格的瞬間來看呢 似乎是毫離之間 但是武漢三鎮隊也沒有把這個機會 轉化成為得分 所以是民主帥裁判沒有啟動的必要 這場比賽武漢三鎮已經有三次越位了 這是西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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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立鹏找到吕文君在左边路 伊萨卡龙自己在没有对抗的情况之下 倒在地上了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看起来比较痛苦 奥斯卡把球直接清出了边线 这是伊萨卡龙在跑动过程当中 没有对抗的情况之下 自己倒在地上 而且他现在在捂着自己的喉咙 这一下还是和对方 还是和对方的球员有肢体上的接触 任航如果再吃黄牌的话 就两黄变一红了 武汉三队队的球员把主宰派马宁传团围住 他们并不是很认可刚才马宁向任航出示的第二招黄牌 这个球呢马宁应该是得到了在耳机当中的提示 所以才向任航出示了第二招黄牌 因为从一开始啊他都并没有认为这是一次犯规 激情投诉的何超也被马宁出示了一张黄牌 这个球呢应该是形成死球之后 马宁在耳机里得到了自己同事的提醒 所以向任航追加了一张黄牌 中论还没有结束 几名武汉三队队的球员将主裁犯马宁围住 上半场比赛也已经进入到了商庭补时阶段要补六分钟 但是考虑到现在的这个小插曲可能要补的时间要更长了 所以进入到上半场比赛的尾声呢 确实在场上啊出现了接连的插曲 首先是点球的判法 在商庭补时之前呢又出现了一张红牌 这是向任航出示的第二招黄牌 但是出示这张黄牌之后啊 马宁应该是忘了给任航出示了第一招 经过了提示想起来了 所以两黄变一红啊 这个过程可能在赛后又会有一定程度的发酵 如果马宁记得任航刚才已经吃到过一张黄牌呢 会不会有不同的处理 但现在已经没有这么多如果了 也没有假设了 两黄变一红已经是 就是在这场比赛当中的一个极定事实 那这样的话在下半场比赛当中 包括上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 武汉三镇只能是少打一人 他们的队长 球队的中后卫任航 上半场比赛吃到了两张黄牌 而何超在刚才和马宁交流的过程当中呢 因为情绪过于激动也吃到一张黄牌 这是上海港队的一次犯规 场面 场面看上去是比较混乱 武汉三镇队替补席上应该是守门员吴飞 首先被马宁出示了一张黄牌 应该也是情绪比较激动 随后再向刚才犯规的上海港队球员 穆日河买提江出示一张黄牌 这球戴维森过得很漂亮 穆日河买提江这是一个战术犯规 不可能让对方过去 那黄牌吃的没有任何问题 该 武汉三镇队在刚才任航吃到第二张黄牌 两方变一红之后啊 整体情绪很激动 维士豪在替补席上又吃到了一张直接红牌 维士豪可能也是因为出言不逊 情绪比较激动 被马尼欧直接出示了一张红牌罚出场外 上半场比赛 尾声阶段 比赛的局面变得非常的混乱 他要找我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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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理说呢维士豪被出示红牌之后 他肯定连替补席也待不了了 他必须要离开比赛场地返回到休息室 这样的话加上维士豪这张红牌 虽然维士豪没在场上 这张红牌不会让武汉三镇在场上再少一人 但是这场比赛 武汉三镇队已经吃到两张红牌了 这个时候呢 作为武汉三镇队 尤其是教练组啊 从主教练高甜敏开始 就应该首先啊 输解队员的情绪 不管是场上队员还是替补席队员 维士豪呢 虽然一直是 情绪容易激动的这个类型的球员 但就这一次的判法来说呢 确实因为没有看到镜头 给到更多的交代 所以只能理解为 他在场边可能是出言不逊了 进去之前 武汉三镇獲得了一次任意球的机会 这个任意球的位置其实不错啊 看看能不能把握住 双方这会儿呢 其实都需要赶快地把注意力 转移回比赛场上 这是贾光泰在争抢一点球的压人犯规 来看一看 斯坦秋 作为任意球大师 能不能够把握住这次机会 在人墙的后侧 伊萨卡龙卧倒在地 提防对方打地滚球 这一次对于海港来说防线如临大敌 看一看斯坦秋 直接打门 刷刷高出一点 斯坦秋 这球这个赛季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 在联赛当中取得破门 这球大的质量其实已经不错了 稍微高了一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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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伯 现在对于武汉lympic球队来说一方面 是赶紧让球员的注意力都回到比赛 另一方面還是要考慮在少打一人的情況下 怎麼能夠更好地來進行防守 羅山超下地傳中 這個球直接溜下了盡端立柱 還是製造了一定危險 這球如果不是劉電座反應快的話 至少會打在立柱上 來吧 腳球 奧斯卡一點被對方頂出來 馬寧吹響了上半場比賽結束的哨音 稍顯混亂的上半場後半段 武漢三陣已經被罰下一人 比分仍舊是0比0 上海港在上半場比賽當中 還錯失了一次點球的機會 接下來我們就進入到中場休息 一會兒回到 好 各位觀眾歡迎回來 我們接下來繼續為您轉播 本賽季中超聯賽的第16輪 上海海港在主場面對武漢三陣的比賽 馬上要開始的是雙方的下半場 中場休息回來之後 上海海港隊應該是要換上李勝龍了 就是在攻擊線上的一處換人調整 一會兒看一看要撤下哪名球員 末日和買提江在上半場比賽當中呢 吃到的這張黃牌 讓他要缺席下一輪比賽 到現在呢已經是累積了四張黃牌 目前呢雙方的比分還是0比0 但是在上半場比賽進入到尾聲階段之後 場面還是變得愈發的混亂 到目前為止呢武漢三陣球隊的隊長 任航已經被紅牌罰下 累積了兩張黃牌之後 隨後呢在替補席上為士豪 又被馬寧出示了一張直接紅牌 而在此之前呢 上海海港隊的一次點球機會 並沒有把握住 被武漢三陣隊的什麼員劉電座 直接撲到 所以目前雙方的比分還是0比0 上海海港隊在場上多打一人 下半場比賽已經開始了 在下半場比賽當中 上海港隊將從屏幕的右側向左側來進攻 武漢三陣隊從左向右來攻 李聖龍換下的是伊薩卡龍 上一場比賽當中呢 李聖龍打進了個人本賽季的 第二粒連賽進球 武漢三陣隊在前插 還是來自王山超的傳球 好球啊 這個球傳的極具傳透力 先崩飛 可惜第一下沒有把球領下來 現在來看呢 因為仁航被罰下 所以呢 在武漢三陣的沒有換人的情況之下呢 是高准意收到中路來打中後衛 和超呢打到這個左邊後衛的位置 呂文君落點不錯 解圍沒踢遠 蔡惠康這腳沒踢上 這個回傳球線路讓顏俊玲 不是特別舒服能夠拿到 但是這個球顏俊玲注意力還是比較集中 武漢三陣現在的陣型呢 基本就是四次腰 在前面呢只留下阿齊茲 何超呢現在成為了球隊的左後衛 高准意現在和劉一鳴搭檔來打中後衛 這球又被戴維森把球斷了 三個人在包夾他 這反搶的時候戴維森犯規了 再看他來打中 他來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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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去打中 他來打中 這個球 他來打中 這個選位啊 對於落點的判斷 確實是有自己的獨到之處 台港的戰術角球 奧斯卡 後點 在干擾之下這個投球頂偏了 王深超 奧斯卡的這個傳中球呢 落點也比較準確 關鍵是在武漢三鎮的防守過程當中呢 是讓對方繞到自己身前了 剛剛是在後點位置眼頂號啊 被王深超繞到自己身前了 還是比較危險 哈維爾的球隊連續兩輪啊 在場上都能多打一人 但是上一輪比賽沒有拿到最後的勝利 這場比賽剩餘的時間 哈維爾肯定是希望 海港能夠見識全取三分的 又是在主場 在現在呢 對於雙方來說其實都有比賽的壓力 在現在呢 對於雙方來說其實都有比賽的壓力 對於雙方來說 這是剛剛來自斯坦丘的一次協傳 多虧了徐欣啊 及時地把球斷掉 否則的話 謝芬菲有機會形成單刀球 對於雙方的圈子 對於雙方來說 對於雙方來說 讓大家看一下 對於海港來說在場上多一個人 這個優勢可能要到比賽的尾聲 大概70分鐘之後才能夠逐步地顯現 因為從現在來看 雙方在體能上其實差距不大 再加上對方陣型的441 其實就是進攻少一個人 從中場開始到防線 還是能夠相對比較完整地佈置出來 所以這段時間海港在場上攻陣地戰 還不是能夠特別容易地找到一些紕漏 正高空球犯規了 李勝龍 這是比較明顯的一個壓人動作 劉健座在上半場比賽 拒絕了上海海港的點球 這是這場比賽的一個關鍵事件 一方面呢 比分還可以維持在0比0 另一方面呢 在這個比分之下 少打一人 可能還不會突然變得特別被動 如果是一開始先0比1落後 隨後場上又被發下人 有可能這個比賽的節奏就會變得更困難 對於五塊三陣隊來說 確實是一個考驗 算是一道坎 看看這支球隊能不能夠在這場比賽當中邁過去 四坦秋的這角轉移 這球跳得太高了 令人們希望有一些操作 好 好 好 王神超在右邊路 張麟鵬 呂文鈞 俄斯卡 徐欣 提前傳出 到後點 呂文君前插到禁區裡 完成了一次投球 但這個球應該還是吹的 攻方犯規 針頂的時候 呂文君在背後 這算是一個跳向 來來看 上海港的傳中呢 其實目的性很強 都是在找對方防線兩個 邊後衛的頭頂 他們發現呢 在上半場比賽當中 其實點球的製造過程 也是在傳中球打 對方邊後衛頭頂的過程當中製造的 而剛才在禁區裡 完成的那次投球功能呢 也是力壓對方的邊後衛完成的 算是長到甜頭 所以他們堅持在 兩路的傳中呢 都是打後點 打對方後點邊後衛的這個防空 目前來看的效果確實不錯 賀昭 斯坦秋 征景科 謝鵬飛 武漢三陣在場上控制節奏 這也是一種方式 尤其是在人數處於劣勢的情況下 盡可能地不讓球在對方的腳下 也是一種方式 奧斯卡 還是船後點 有機會投球 這個球滑摸而過 很可惜 來自王神超 這已經是王神超短時間之內第二次 在遠端包抄跟進完成投球了 這就是剛才我們提到的一點 反覆地在利用船中打對方的 邊後位的頭頂 這一次何超根本就沒有到位 他可能沒想到 自己身後這一側 對方的邊後位壓得已經很靠上了 王神超這個球處理呢 可能有點猶豫 又想投球 又想擺到中路給吳磊 上海海港如果堅持這樣的進攻套路的話 可能會距離得分越來越近 距離得分越來越近 上海海港的位置 剛才這一次的防守呢 很明顯是位置感上還是不太熟悉 導致盯防不緊 王毅 詩蓋盯防不緊 撒潰 腿佔順 埃頂號直傳 謝鵬飛 这是一个边线球 对于海港的防线来说考验同样也在 因为有的时候在场上多打一个人 会不自觉地觉得可能对方机会不会很多 所以在防线上的注意力容易缺失 但是武汉三战恰恰是反击能力极强的一支队伍 哪怕场上少一个人 有的时候反击不用投入太多人 也能制造杀伤 这是海港在下本场比赛当中 应该去主要注意的问题 进去之前远射 这脚球戴维森的射门质量还是不错的 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武汉三镇的进攻 它有的时候不要太多人 也能够制造危险 所以海港的防线还真的不能掉以轻心 又是在进区之前 这场比赛其实上海港在中场中路的防守 给了对方一些机会 尤其是在上半场比赛的开局阶段 在射门次数上武汉三镇深圳还领先上海海港队四次 双方的摄政率其实都不算高 现在呢在武汉三镇的防线上 带维森退到防线 相当于帮助球队形成了一个五后卫 和超的位置呢也会收得比较靠中间 海港面对对方这么密集的这条防线 如果节奏上不发生变化 其实是很难打穿 还是掉到进区里 二点球要注意 转身 脚球 顺便来自李胜龙 李胜龙的技术特点呢 其实还是标准意义上的一个中锋球员 具备很强的征点能力 同时在禁区里呢 有着很强的射门欲望 上海港队进行了换人调整 李帅TIP登场 换下了木热河麦蹄江 先来看看脚球到后点五里 投球双双偏側左侧立柱 这球乌磊力压谢鹏飞完成了一次征点 到现在已经连续六轮比赛没有办法得分了 现在对方在场上又少一个人 会不会是乌磊打破进球荒的最好机会呢 这球李帅提上来差一点能够把球断了 这球李帅提上来差一点能够把球断了 最急的的地方 通过这个换人之后呢 在场上上海港队的阵型 应该会出现一些微调 Tosca 李勝 左路船中 落點不錯 投球 漂亮 62分鐘 上海海港 如願取得領先 進球的是替補登場的李勝盧 兩名替補登場的球員 完成了一次連線 幫助主隊取得1-0領先 这是李勝盧個人本赛地 中窗聯賽的第三例進球 卡維爾的換人效果 可以說是立竿見影 再來看 左路的船中在中路 這個位置的防守 5塊3陣队其實露人了 船中球的質量非常高 弧線正好兜到落點附近 李勝盧完成了一個俯衝逾越 這個球是漂亮 讓劉電座鞭唱莫及 好 接下來的比賽時間對武漢三陣隊來說 作戰的難度會進一步加大了 場上少一個人 隨著時間的推移 體能的消耗肯定要比對方更快 在換人調整之後呢 在海綁那邊相當於把李文君在左邊路解放出來 而且呢更多的可以參與到中路的傳導組織 這樣的話在他身後啊 左路這一條線 就像剛才李帥完成助攻那樣 更多的更多的留給邊後位 更多的留給邊後位 這陣情上的微調呢和之前 末日和美提江在場上的時候 還是發生了一些變化 而且效果不錯 李帥又來了 剛剛替不上來體能充沛 到了禁區附近 橫傳的中路 打暖 稍稍偏出一點兒 1年4月1月1日 來 伯磊 4月2日 搞定了 捏述 他競好 3月2日 智翫 腳發 前面 我 的 沙 在这一侧 防守漏洞比较明显 比帅 乌龙球 2比0 65分钟 三分钟之内 上海港队通过华人调整之后 已经取得两球领先 高准毅 打击了一个乌龙球 武汉三阵队的比赛局势急转直下 再来看一下 在这一侧的防守完全放空了 最后李帅一个大力平扫 在这么快的球速之下 让后卫做出相对合理的动作 确实比较困难 而且这个球旋转很诡异 弹地之后转到球门里 李帅在替补中场之后不久 直接创造了本队的两个进球 现在各位球迷准备滑动 场上别分 长上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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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三阵队在丢掉第二球之后 马上又做出了华人调整 在中场的中路 马上又换上了张晓斌 另外还换上了17号陈宇浩 戴维森 到了禁区里 斯坦丘 大门 大门 这脚球质量很高 要注意二点 球还带对方进去里 再来看一下斯坦丘刚才的这脚射门 角度其实没有完全拉开 但是球速很快 保安 第一个 码 超 水 張小兵替補上來是換下謝鵬飛 而陳語號替補上來是換下王毅 這本身張小兵和謝鵬飛兩個人打的位置並不一樣 所以並非是對位換人調整 張小兵上來之後更多的還是幫助武漢三陣隊 來穩固中場中路的防守第一道屏障 還是左路傳中回座李文鈞 這一腳射門被對方攔出來 蔡惠康奧斯卡 這應該是個邊線球 這樣的話海港隊還可以繼續通過高位給對方施壓 李盛龍已經連續三場比賽都破門得分 最近一段時間的狀態確實非常的出色 座長 傳球向前 這是吳雷 王申超 走底線 中路回座 這球劉翼明還是比較冷靜地處理 史萊亞秋 在對方的半場 上海海港再一次完成反槍 能夠感覺到武漢三軍隊球員 在場上受到體能的影響已經非常大了 王申超 這個船中的質量一般 但是外圍還是上海海港隊繼續控制 奧斯卡 比賽的時間已經過了70分鐘 海港這段時間在場上 因為建立起來兩球的領先優勢 所以踢得很從容 在左邊路里帥替補上來之後 非常活躍 奧斯卡船中被擋了 阿奇茲 馬鈴薩 馬鈴薩 先吹停了比賽 可能是視頻隊裡裁判組介入了比賽 對 如果他們通過錄像回看 發現剛才是蔣光太在背後 確實對戴維森有犯規 那這是一張直接紅牌 這個角度看得不是很清楚 馬鈴薩 馬鈴薩要到場邊自己看一看錄像 因為在視頻助理裁判組的工作間呢 他們是可以 調取任何一個他們想要看到的角度 這個定格的瞬間能夠看到 蔣光太和戴維森兩個人的右腳 伴在一起 雖然看上去輕微 但是在高速前進的過程當中 足以致使對方倒地 也就是說呢 是疑似犯規 就是這個瞬間 如果是犯規 那麼照理來說應該是一張直接紅牌 把您吹罰了犯規 同時掏出紅牌 現在要向蔣光太出示 這樣的話雙方人數均等了 上海海港隊的中後衛蔣光太 因為剛才這次犯規被馬鈴薩紅牌發下 比賽的時間現在是第74分鐘 雙方是兩個球的差距 五漢三陣 馬上昨晚換將 換上陶槍龍 另外還有羅靖 這是球隊攻擊線上的變化 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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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雙方的這次犯規 聲聲給對方拼進一個人 讓雙方在場上的人數呢 又回到均等 首先要看一看這個任一球的機會 能不能把握住 上半場比賽的尾聲階段呢 當時斯坦秋有一腳 任一球直接打門 稍稍高出一點 對他來說這又是一次好機會 斯坦秋 漂亮 這腳球十分接近 直接碰門得分了 稍稍偏出力柱外側一點兒 而且他打向的是 守備員防守的那個方向 再來看 這腳任一球質量太高了 雙方兩個球的差距 場上十打十 十打十呢其實意味著 比賽可能會進行得更加開放 因為場上的空間相應的會變得更大一些 上海台長要換下徐欣 換上衛鎮 這是要穩固防守的信號 來看一下李帥在替补登場之後 首先為同樣是替补登場的李勝龍送出的助攻 幫助球隊取得1-0的領先 隨後突破到禁區之內大力橫船 製造對方高準一烏龍球 這是上海港隊的替补騎兵 幫助他們在這場比賽取得的兩球領先 現在要看一看武漢三鎮有沒有人從替补騎上站出來 剛剛高田緬主席已經走滿換將 這球滿零還是吹的犯規 手上確實有一個動作 好球啊 打穿到對方方線身後 吳磊3-0 來啊 吳磊終於打破了六輪不進球的進球花 更是本賽季中場聯賽的第八球 78分鐘 上海港3-0領先 這是在中場位置 來自於奧斯卡的一次傳球 完全不越位 完成這次助攻之後的奧斯卡 在本賽季中場聯賽當中的助攻數 也提升到了八個 這個進球呢是相對比較好的 所以利用了對方在換人調整之後 試圖全線壓上來縮小分差的機會 打的是這個窗口七 進一步擴大了領先優勢 相當於給武漢三鎮 這次王族的勢要打的反擊啊 都頭澆了一盆龍水 這個進球很關鍵 天朝聖的雅 旦和智子 對抗天龍水 是盡力 有幾度來的兵 线转球转移 球的整体已经出了边线 这球感觉攻守双方 对于这一脚长转球过来的第一落点 判断上好像都有点不够准确 而且相互之间的这个身位晃动 都干扰到了对手的预判 罗靖在右边路 传到进区之前 大门来自逃枪龙 这波进攻同样也是 武汉三镇队刚刚替补登场的 两名球员完成 这是一次战术犯规 马丁这球应该只是给张小斌口头警告 没有出示黄牌 最后的一个华人名额 武汉三镇队换上张文涛 换下刘一鸣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讨厌 监制 Pod 马尼 优播 奧斯卡 挑球過人 又想完成轉身擺脫 這球馬丁沒給上 比賽再繼續 武漢三鎮的反擊 阿奇茲 自己躺到邊路 逃強龍 這球被蔡惠康在背後給斷了 場邊的哈威爾有一些著急了 馬丁又跑到場邊來 向上海海港隊的教練組成員 出示了一張黃跑 向上海海港隊的助理教練蔡惠強 出示了一張黃跑 出示了一張黃跑 武漢三鎮的腳球 右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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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腳 右腳有一些 過去增速 打出еле 戴威斯 直接上手拉拽了 心情可以理解 但確實是一次犯規 犯規之後呢 他和閻俊凌兩個人之間 還是比較友好 突然提速 王神超過掉一個人 在右邊路 傳到後點 無類 再向主裁判示意 張文濤手球了 如果是手球的話 這會兒是領助理裁判組 應該又已經啟動了 錄像回看的工作了 再來看一下 這球王神超傳的落點 真是太準了 來看 沒有問題 這球沒問題 這球是頂在張文濤的臉上 上海海港這場比賽 二十腳傳中 八次傳中成功 基本上呢 都是出現在下半場比賽當中 兩個邊路 右側是王神超 左側呢更多的是替補上來的李帥 前兩個進球呢 都和他在左路的傳中有直接關係 海港的球迷到現在對於球隊的領先優勢啊 自然是有著極強的信心 再加上之前我們提到很關鍵的一點 這一輪比賽啊 由於上海海港的比賽 要比身後的三個直接競爭對手 開球時間都晚 所以他們相當於在心理上呢 會握有一定的主動權 在昨天呢 聯賽排名第二的上海深花 在客場0比3 輸給了山東泰山 山東泰山呢 目前排在聯賽第四 所以這場比賽的結果呢 來讓上海上港如果今天能夠取勝的話 將在積分榜上的領先優勢 擴大到6分 這個就是相對比較穩固的一個 榜首優勢了 目前在積分榜上排名第三的成都榮城 在昨天呢 主場2比0擊敗了河南隊 目前的積分呢 也已經達到了30分 所以對於海港隊來說呢 最好的一個局面 就是讓身後排在第二名之後的幾支球隊啊 他們相互之間因為積分差距比較小 相互能夠 這個競爭比較激烈 對相互之間的這個影響呢 讓上海海港有比較好的機會 能夠繼續一支獨秀 這個是海港隊比較希望看到的一個局面 所以現在從排在第四位的山東泰山 到排在第二位的山海深花 三支球隊呢 之間其實只有三分的差距 也就是一場球的距離 但是海港這場比賽 擊敗武漢三陣之後 他們領先排在第二的深花 可以達到六分的優勢 這是相對安全的一個領先的幅度 隔壁 李帥今天替衅上來之後 這個效果真是立竿見影 他跟肖子疼 他跟肖子疼 中文字幕志愿者 這就是控制比賽節奏了 而對於五花三鎮來說呢 哪怕他們想繼續搶 也有一些心有餘而力不足 畢竟到現在呢 他們要比對方在場上 罰就一個人的時間更久 再加上五個華人民俄 都已經使用完畢了 所以球員在場上呢 還是比較疲勞 壓實啊 會讓足球場看得更空曠 人與人之間的這個距離 和空當更明顯 對於五花三鎮隊來說呢 這場比賽結束之後 在本周日 他們還將做客到北京工人體育場 和北京國安隊打一場比賽 這一周對於五花三鎮隊來說 絕對是魔鬼一周 兩連客 而且呢 接連面對上海海港和北京國安 這場比賽當中呢 球隊可以說消耗是比較的大 再加上人行的紅牌 下一輪比賽肯定又要停賽 陣容又不是很奇整 外圍來腳遠射 放了高射炮 來自阿奇茲 這場比賽呢 這場比賽呢 仍舊有一個助攻進帳 二點裡勝龍 這場比賽已經進入到 比賽已經進入到 穿規時間的最後一分鐘 比賽已經進入到 臨勝龍 右邊路很空 王神超上來了 直接射門了 王神超這場比賽是大高興了 本來在進軍之前呢 有奧斯卡在張手要球 協回船線路已經出來了 但是這個球 奧斯卡高速前插之後 借著前衝的這個勁兒 直接完成一條射門 這個球的質量也很高啊 再來看 腳球打得真不錯 劉電座的注意力也很集中 上海海港要換下奧斯卡 應該也要換下吳磊了 這是這場比賽當中 從奧斯卡和吳磊的連線 打進的球隊第三球 吳磊最後的對角射門呢 也非常的堅決 質量很高 要換上吳磊 上天堡十四分鐘的時間 已經過去了一分鐘 要換上四十五號劉小龍 另外還有二十八號賀冠 好 好 要換上五號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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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鋁文君的角球 阿契斯還沒有放棄 而且看得出來他體能還是挺不錯的 在右邊路 這一側沒有防守壓力 逃強龍 給到後點 這球想打倒勾 羅靖 三球 剩餘的時間裡武漢三陣能不能打進一個球呢 這球簡維應該是出了底線的 角球 張林鵬在提醒著自己的隊友 注意力一定要集中 這會兒對於海港來說 需要一場勝利 也需要一場零風 馬林鵬 斯坦球 後點 投球 這球有沒有進呢 馬林示意 進球有效 皮球的整體應該已經過了門線 對於上海港隊來說 在比賽的 山丁普什最後時刻還是丟球了 武漢三陣內由阿齊茲頂進一球 比分來到1比3 再來看 這球還是比較明顯 球的整體已經越過門線 這球本身 嚴峻領對於落點的判斷呢 應該還是出現了一些小失誤 出到一半再往回退 其實已經失位了 對方又頂了一個彈地球 這對門將來說更不好預判了 阿齊茲這樣的話也已經連續三輪中超聯賽都有進球入戰了 而且是高田緬上任之後打進的聯賽第五球了 高田緬這成功激活了阿齊茲 高田和蘭 高田和蘭 不已是人自殺 高田和蘭 高田和蘭 走 老临还在给时间 走 武汉三镇的进攻在左边路 斯坦丘 改道进缺列 罗进 陶强龙 陶强龙还在进缺列 陶强龙 差点打进武汉三镇的第二个进球 现在武汉三镇的主教练高天炼 对陶强龙应该是很了解的 本身之前 高天炼作为 华夏幸福的清训总监的时候 就带出来个陶强龙 这个时候马铃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中超联赛第16轮 少尔海港在主场3比1 击败了武汉三镇 现在已经把自己在积分榜上的 第一名的领先优势 扩大到了六个积分 同时结束了武汉三镇 目前的五轮联赛不败 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儿 我们就先告一段落 感谢各位的收听